哎 各位好啊 我今天这视频啊 没准得挨碰 但是我还想说两句 这是我今天偶然间看到那么一视频 拿话筒这哥们应该是个记者 他去一家赏场里啊 可能是曝光这家赏场里 有什么这个 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咱先看看他是怎么说 当场的叫小鱼儿水上乐园的门前 来到门前之后呢 我会发现呢 有很多这个 啊 要我说完话好吧 等会儿 我们领导说了 让你们先等一会儿 他们马上过来 行行 我告诉您啊 你一直在我行我素 对吗 我行我素 对啊 好了 我告诉你 我说现在不让拍摄 你听了吗 我告诉你一个问题啊 你现在没有权利要求我的媒体来停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你企业啊 是个公共场所 你在这个位置上 这什么位置啊 C5位商场啊 哪条法条规定的新闻单位 不可以拿的话筒走进商场 你告诉我嘞 哪条法律规定的呢 国家送你采访权利 新闻记者是可以拿的话筒 在公共场所 对我们有诉求的消费者 进行一个采访 你是在干扰 你现在在干扰我采访 而不是说我到你商场来 我采访必须要经得你商场的同意 我说的一话 前提是我对你商场没有任何要求 我说一话能听吗 你说一话 我可以听 但我能不能听 录像 采访 这些要先通知我们商场 经过我们领导同意之后 我录什么 我采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 你知道我现在要录什么吗 对于我新闻采访来说 那是我新闻采访的需要性 但是我们现在啊 媒体是对公共 有话语权有交代的 而不是你商场告诉我 可拍和可采和可缩 你没有这个权利 今天真不是跟你置戏啊 咱普法 对啊 因为啊 有消费者投诉 我们这个品牌 这个小育儿水洋乐园 出现了一些问题 媒体有材 看完这视频呢 我又看了看后面这些留言 我一看好嘛 一塔的指示这记者 说这记者做得好 做得对 敢于为老百姓出声 口才十分了得 把那个上场的工作人员 熟了的牙口无言 上场是公共经营场所 记者有权利去上场 采访和派摄 上场的工作人员 没有理由阻止记者派摄 那这记者到底做得对不对呢 他圈去上场里 人家上场里的工作人员 到底有没有权利 让他停止派摄 甚至把他赶出去呢 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学法律 但是呢 我可以跟各位聊聊 如果这事发生在国外 会有什么结果 这是我前一天 发一视频 美国一网红 一大尾啊 他跑来上店里闹杂去 给你店员让他走 他不走 最后让警察给抓了 为罢了 因为这是死人财产 在国外 上场也好 酒店也好 订阅也好 没有人认为这是 共同查所 这是私人财产 人家可以服务你 人家可以不服务你 甚至可以叫你滚出去 即便你是一记者 人家让你离开的时候 你也必须得离开 如果你不离开 就跟那警察说了 对不起 把你相机放下来 把手背后 你现在犯了 非法侵入罪了 你被捕了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不理解 上场 那绝对公共场所 我可以随便进 对 你确实可以随便进 但那确实不是公共场所 那是人 私人财产 人家可以随时让你离开 你还必须得离开 你要不离开 人家一报警 警察就得让你离开 你还不离开 对不起 警察会毫不犹豫地 把你抓起来 有朋友可能会纳闷 那你那么说 那什么叫共共场所呢 总来我这的朋友都知道 我这有一系列 叫美国碰瓷系列 这个系列里那些碰瓷大神们 他们最清楚 什么是共共场所 因为他们只有在共共场所 才能随心所欲的碰瓷 警察也管不了他们 举几个例子 马路 警察局 邮局 市政府 从来说吧 如果这地方 是属于政府的 是纳税人储钱养着的 这地方就属于共共场所 除此之外 其他的地方 都应该属于是私人财产 这私人财产可是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凯头那记者的行为 那在国外那绝对属于违法了 人家让你走你不走 最后的结果就是警察会把你抓起来的 你还给人家 你自己都不懂法 当然了 这是在国外 在北美这块 国内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啊 以我个人的理解 我觉得国内有关 死人财产的定义 应该和国外是一样的 比如视频开头的那个上场 这上场是我的 这不是国家的高速拱路 不是国家大马路 这是我花钱埋的 我盖的 我想让你进来 你可以进来 我不愿让你进来 你给我滚出去 你想埋东西 我都不让你进来 你还给我谈什么记者的采访权 这上场是我的 哪有什么公共进行场所去 我想开门就开门 我不想开门 大门一锁 你敢进来吗 这道理不难理解 我就不明白 伪骂咱国内的朋友 总认为这上场啊 酒店什么的 都是公共场所 前日那是在瑞典 还是瑞士啊 那哥们 咱酒店的萨普达文 让警察给抓走那个 那也是 好多人也认为啊 那是公共场所 那怎么能是公共场所 当然了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这国内跟国外的法律不一样 这个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大 你再不一样 你也不能把死人性质上场 定义为公共场所吧 今天我之所以吐一下草啊 我觉得那记者太嚣张了 这明显就是达着正义的旗号起门 也可能他的动机是好的 但是动机再好 程序也得正义 你得合理合法的来 你不能忽来 最可悲的是啊 还有很多人支持他 我希望这懂法律的朋友 能给咱好好说说 这记者说的到底对不对 上场到底是不是公共场所 他的所作所为 合法不合法 人家上场 有没有权利 把他轰出去 今天这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观看